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婚姻移民 以前他们禁止双头国籍 他们现在是同意双头国籍 所以我也是根据 像游郝老师刚才的说法跟论述一样 我们希望给政府很多长官理解说 资源有限这件事情 这个论述那是片面的论述 全面的论述应该是说 现在的新移民 还有就是港澳这些陆配等等 加起来有48万人口 虽然说东南亚几家外国是16万 可是如果乘以4 家族的人口这么庞大的话 它替补台湾多少劳动力人口 所以我们不要用资源有限来想 因为隔壁邻国韩国就也开放双重国籍了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长官在做裁决 还有你的政策的施行的方向上面 可以用更宽广 我们现在是低生育率 低死亡率 所以我们的人口的这个劳动 整个结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 所以我们也是很希望 我们可以想到 外国在台湾其实做了巨大贡献 我们是受贵的国家 那我们还不能为他做点什么吗 好谢谢 既然我们要庆祝国庆 其实表示我们对这个国家 对这个国民的身份是不太重 那既然如此的话 每一个国家如果你要看重自己的国格 首先你要看重你自己的公民的资格 公民的身份 那以台湾目前的地位 那我觉得中华民国有这么多人 想要来申请规划 拿这个中华民国的国籍护照身份证 这其实应该是我们的人要 表示人家要来 如果是人家都要逃出去 那要逃出去 那我们要很难过 我们今天是大家要来 我觉得第一个那个心态上 不用很紧张说 会占很多空间 我觉得从一开始的上一个版本 就目前还在那个移民政策纲理 就一直在强调这一点 而我知道现在这个纲理 也正在算要修正 然后正在讨论 我觉得这其实跟人口政策有关 当马总统已经宣告说 人少者化是国家安全问题的时候 然后我们对那个数量 其实不多的 真的不多的一点点 这个婚姻移民的一部分的人 要申请入籍 或者是都会不会丧失空间 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其实 这也是国家安全问题 或者国家荣耀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不需要再一直强调 那个说我们地匣人仇 所以这边要往那边要抠 这边要财力政 很多账面都已经改掉了 这是很多你以往从2003年成立以来 在立法院讨论 那就常常听到的很难听的话 但是后来修法我们还是慢慢地修出来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这个不需要用这种很紧张 要说我们 我觉得具体问题可以讨论 但是不太需要讨论到说 我们地区人仇 所以要扣紧一点 然后没有双十国旨 第二个是说 明天双十国庆 所以国格很重要 公民权利很重要 当我们拿到这个公民资格的时候 其实不干水面被拿掉 其实在所有的现代民主国家里面 把一个已经得到的国籍公民身份 不管叫撤销位置 那都非常非常的严重 所以现在其实 现在基本上国籍标准 你可以判人家死刑 不过 可能死刑也有责义 但是你判人家死刑的 可能都还不如取消公民来严重 取消公民是很严重的事 所以我觉得要更谨慎一点 可以更谨慎一点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说 为什么 其实台湾还有乌国籍 确实有些人会觉得好像很奇怪 就是我们台湾有没有 不像那个二次大战之后 有些国家里面有大批乌国籍的人 有真的很强的历史因素 那我们刚刚听到很多个案 我们可以发现绝大部分 在台湾出现乌国籍的问题 坦白讲不是有益 也不是什么很严重的历史因素 那基本上我都愿意相信 包括今天来的几位政府官员 或各级政府机关 我们并不想知道乌国籍的人口 但是法规就是这样子 然后操作就是一些 阴错阳差 或者是一些逻辑计较 然后就变成产生了一些 我们都不希望出现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今天在这边 大家用解决问题的心态 那么没有人希望要出现乌国籍的人 那我们都希望 然后乌国籍的人如果出现 我们也希望能够 能够好好的去处理这些问题 所以不要让他一直被卡在那边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共识 以我们台湾来讲 这些两个比较大批的乌国籍的人 其实我们也处理过 就算当时的泰民乔生 那我们也是用专案的方式 然后另外修法 然后去处理 坦白讲 泰民乔生很多人 你不能说他是无国籍 他只是无政界 所以你不能证明他是什么人 可是他们觉得大部分 应该都是有中华民国的血统 等等等等 但是我们也处理了 所以没有不能处理的问题 只要大家愿意去想办法 我还记得当时处理泰民乔生的时候 那个当时的政务委员高斯伯 然后面临有一些人的批评 有人先说 这些人里面一定有假的 一定有坏的 那高斯伯讲出句话 他说那要不然你要怎么样 你有钱反复走 那你又不给他们给身份证 那他们就一直卡在这边 你要解决问题 所以我相信大家是为了解决问题来处理 那么我们看到法规之间有一些落差 或者有一些失误 或者有一些是执行的问题 我相信都是可以处理 那刚刚也很高兴听到 这个不管是内政部啊 就顾政司这边移民署这边 或者是劳动部啊 各单位都提出了 就是目前在手头上 能做的一些解决的方案 那我这里再提几个 我觉得有些基本原则 在将来处理也许还是可以参考 那我们刚刚讲两公约 那其实刚刚这个海军会的印尼也介绍了 另外还有两个国际上的公约 那还有其实基本上我们的宪法 我们都希望说在活在这块土地的人就不要 不要遭遇到没有身份 这个很糟糕的局面 我们几年前我们在移民在开好多会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讲没身份就没有人权 然后没钱没身份 然后就没有人权 其实我们台湾很多的权力都是跟身份绑在一起 户籍是一个 居留是一个 那户籍的前提其实又是国籍 所以很多东西其实 当你没有身份的时候 我们很习惯就是你什么都没有 那因此我们基本的原则应该是 尽可能不要制造无国籍 我们在修改法规或者解释适用法规的时候 应该以这个为最重要的規定 我们不要制造无国籍的人 我们尽量从想办法去认定这个人是有某种国籍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第一个 所以包括无国籍公约里面 减少无国籍人士的公约里面也这么简易 虽然我们不是缔约国 那我觉得它里面是提出很多 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的方案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基本原则是 尽量减少制造无国籍人的机会 那方法其实有很多 第一个以这个减少无国籍人士公约 在它的很多条文里面 像第五条第七条 它基本上有个观念 它的观念是说 任何人还没有拿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籍 的时候请你不要先废止它现在有的国籍 尤其不该因为婚姻 不管是离婚或结婚或者收养 你的身份关系然后就使得你丧失国籍 如果你这个国家一定有一种丧失国籍的手段 请等它拿到另外一国的国籍 再来处理 我觉得这是这个公约里面规定的方法 我觉得这是非常合理 它里面甚至有个反过来的是说 如果你的国民跑去申请外国的国籍 你很想你说我们不承认 我们不承认状况国籍 那你要等它拿到外国 你再把它这个国家既有的东西拿掉 总之我们整个执法的状态 应该是一直放在一个 我不要知道无国籍的 我不要把风险放在 这个民众可能会产生一个无国籍的 人的情况身上 我觉得当初我们国籍法第九条 我们先不讲要不要双重国籍 应该是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 你就觉得没问题吧 你要申请 然后我们国家你就先放弃 可是那个制度操作起来 必然是人家会先放弃 放弃了 然后我们这边作业期间 那一有什么差错 变成这个风险就归属于这个规划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我们操作或者是法律上面 尽量减少 不要去要求人家一定要先放弃国籍 我觉得这个制度是蛮有问题 那其实以第九条的半数来讲 我也知道实务上有时候会放弃 据说对 譬如说日本 是不是日本 因为日本他必须 你要放弃他必须是 你先出事说拿到本国的 拿到我们的国籍 他才肯放弃 我觉得这个逻辑是可以 可以使用 是可以使用 然后第二个是 有一些人这个中间 如果已经出现吴国籍的现象 我认为只要他是合法 待在这个地方 或者是说他非常 他没有身份 可是你既然驱逐不走 你送不走 所以吴国籍是个麻烦的状况 只要你送不走 这个期间照各个公约来讲 也是说你要保障基本的生活条件 很基本的生活条件 包括工作 其实你送不走人家 那你要就待在这边 然后你说给他的居留 所以刚刚我很高兴 大家劳动部提到 其实有可能 我觉得难民呢 那个难民 如果难民能这样解释 那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当然你会自爱认定 但我觉得是一个可能的方向 因为吴国籍 吴国籍是非出于自己愿意的 然后一些奇怪的因素 又非留在这边不可能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的方向 但基本上就是 因为我们太多其他的规定 都卡在居留跟户籍 居留跟户籍 所以如果是任何人只要他 他待在台湾 你没有办法马上请送出去 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就要给人家基本的生存条件 这也是不管从人道后各公约来看应该的 那我觉得第三点是 在整个处理的过程里面 家庭团聚 家庭团圆 存续这个功能 要有很充分的保障 因此 比如说我们的资料里面也有 如果有个无国籍人的外配 要运进 那跟一般的无国籍人不一样 他也是配偶 他也是我们台湾人的配偶 他来不是单纯的只是来玩 他是家庭要团聚 除非你能证明他是假结婚 要不然他来就是家庭团聚 那家庭团聚这一点 甚至监察院也曾经做出一个 这个纠正文 那是纠正外交 其实意思就是说 你一般的外配跟外国人 外配跟一般外国人不一样 外配进来是家庭要团聚 所以这个程序要比较严谨 不能够不复允 那我觉得回过头来 也就是说 如果是跟家庭团聚有关 我觉得要设法让人家能进来 能在这边生活 能够这边工作 这个要付出更多的 应该要做得更多 那这一点的话 刚刚就工作权来讲 我们听到这个就业服务法 其实有规定 比照外国人 那我不确定在移民署在处 或者是内政部在处理 乌国籍人的时候 那么在居留停留上面 我不确定是怎么处理 因为照理讲 移民法第93条 其实也有规定 乌国籍的人士都准备外国人 所以如果说 如果说这个外配是可以得到 一定程度的居留权等等的保障 那乌国籍 只要他确实是我们台湾人的配合 其实他得到的保障 应该是跟外配 理论上应该是尽可能相当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在处理 一般的所谓无国籍人的人士 我们可能用的方法 那最后我还是提到 因为移民法 对不起 国籍法第九条 因为国立法成为无国籍人 那我有几个层次的解决方案 因为我觉得看了很多案例 其实有一些蛮离谱的 有一些蛮离谱的 可是我可能还用理性去分析 譬如说 有人被判决离婚 那自己不知道 然后你要等到去护证事物所来告诉你说 你已经离婚了 那我觉得这个不管是法院或者是 有很多的地方一定出了问题 所以那个案子我觉得一定要追下去 好好了解说 为什么他收不到判决 他居然有一个人 我自己权益影响这么大的地方东西 居然会有一天去申请别的东西 然后刑任机会再告诉我说 你已经被法院判决了 他从那里没有出庭 没有自己没有收到通知 然后没有收到判决书 那这个是司法院那边的问题 还是哪个流程里面出了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是非常严重 因为如果连法院都 都是这样毁会 没有办法给保障 那其他部分怎么办 但是我知道法院是很困难的 你只是找到司法院 等来这边 他也不知道对法院怎么办 但是这个事情是可以先出来处理 到底流程上出了什么问题 好那回过头来 那回过头来的话 在这里 关于国际法第九条 这些问题 我觉得还是有几个层次 第一个 当然我也同意 这样当不管是招员或者海权会 对大家的意见 基本的方向还是希望 如果第九条能够改掉 就不需要要求人家放弃国际 我认为理论上是比较好 但我相信这可能至少到 这个变底面 跟内政不去决定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不必是一个绝对封死的道路 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误解 说我们中华民国法律 不允许双重的比资 其实我们允许 如果你是生而为台湾人 那其实从你出生那一刻 在同时过的之后 取得无数的国籍 我们都不进食 甚至你今天外配要申请 然后这个规划 规划了之后 我放弃其他国家的国籍 然后过几年之后 我再去恢复 可不可以 好像应该也 也没有法律禁止 那事实上 双重国籍的人 也不算少数 所以这个 我们没有看到说 这个双重国籍 会觉得一定很可怕 也没有那么多人 还是那句话 就人家愿意给我 申请中华民国国籍 有一个中华民国古照 希望到全世界145 还150个国家免签证 可能明天总统又会讲一次 他的伟大政绩 其实这是我们的功能 所以这是第一个 这是最大的 那我们在第二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 我认为就是 有没有可能把 如果第九条 我们还是坚持 一定要人家放弃 可不可以顺序 其实刚刚这个 傅政司的科长 也有提到 你修法是不是可能变成 程序反过来 我们先给 然后要你去后面 去拿到那个国家放弃 能拿就拿 真的不能拿 像柬埔寨那种拿不到 就算了 那真的没办法 那就算这个人后来没拿 没有去放弃 比如说他拿泰国的国籍 要放弃泰国国籍 而始终放弃不了 或者是说 他赖普子放弃 我也不建议用 撤销废纸规划的方式 我认为你是科罚还 科储拔还 其实大家也很怕被罚 你在中华民国附赠资料 一输进去 人都跑不掉 对 你用科储拔还 甚至按次连续处拔 然后我觉得都比 废纸撤销国籍要来得好 但总之第二个我觉得就是 如果不可能 把第九条纸删掉 我觉得先拿国籍 再要人家去放弃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的 也比较符合 减少部国籍延公约 这个方向 也免得制造问题 也免得制造问题 真的会那种死都不肯放弃 你可被你罚欠 然后真赖辟 我相信一定非常少数 我相信不会很多的 那第三个是 如果我们还要维持现状 所以我已经不退回来 那至少也限制一下说 你只有某一些室友 经有罪判决确定 才能够撤销 或废纸 就是我们现在变成说 因为那是用行政程序 把人留你 就是说我当初做规划 处分的时候 当初就错了 所以当初就错了 他又是违法的 所以我之后就可以撤销 但我觉得国籍还是比较严重 所以应该是我申请的 申请的时候 你就是用品信品转整 那如果改不掉 那就放那边 可是事后要撤销和被职 我觉得那个室友还是要严厉 你们发现说 其实你之前曾经犯过 对你犯了杀人罪 但是呢 这个顾政司都不知道 居然法律院没有通知 我们刚刚就知道 有外丘 这个有姐妹居然不知道 自己被离婚 所以有可能有人 法律院判决收不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 第三点就是限缩 能够撤销被职的事业 那第四个就是今天在这个资料上面 大家都提到说 是不是有可能 我们就不要造19条那样子 我们就造行政程序法一般的规定 行政程序法一般的规定 其实是两年 那我不确定为什么当初要修法 这19条变成了问题 就等于说你让那个国籍的状态 属于更不确定 更不确定的状态底下 那这种受益处判非常重要 国民的身份 那我觉得这个信赖利益非常大 你不太适合让人家悬在那边 然后因为一些 不是很严重的石油就可以被撤销 那这即使照限行法 我也不觉得 就比刚刚那个通奸的例子 就算照限行法 我也不认为那个案子 一定要被撤销 因为行政这个所谓的撤销 照行政程序法117条 违法主奔的撤销 那字用的是德 那德就是你可撤可不撤 我们还是有很多弹性的空间 那怎么样叫做品性关政 也有判断的空间 我觉得这份例子是一个 我在行政法的课都拿这个当教材 我说这就是滥用材料 然后很不妥当 看起来很合法 但是非常不适合 我觉得其实不需要这样子做 因为这样做 你造成了国籍的人 或者等等等等 很不妥当 那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是现在 要满的修法 就算不修法 我们在现行制度里面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身在功能好修行 那这个不过是一个 那我不能说不过是通奸 但是 但是确实我觉得通奸 而且跟法院没抗拒 这样子一个事件 我们在利益衡量的时候 跟另外一端国民的身份 再加上它会陷于无国及人的那个风险 我觉得相较起来天平的这一边 根本是很小很小的事情 尤其通奸如果他家人都不去急促告诉 然后法院判决 那这边为什么那么伟大的要去维护公 其实我觉得像这个例子就是 如果今天我们修法还没修成 在修法之前 大家也可以做的相对的比较合理 我相信这应该是可以做的 这应该是可以做的 那我想先说到这里 因为就是我觉得方向上面 其实修法大家都说得很清楚 那么有些地方需要修法 但其实还没修法 我们在有限的范围内 刚提了几位这个政府机关代表出席 其实都说的 也都找到一些方法 所以方法是有的 我相信我们在这个方法里面 还是可以做一些其他的解决的方案 我希望这个无国及这个问题 在台湾不要继续再一直这样延续 我们用解决方法解决问题的想法 而来处理这个问题 谢谢 我三年前我发现有这一条法令说 你拿了国籍之后 五年之内还没被撤销的当下 我突然觉得整个感受就是说 这个国家的国籍是开玩笑的吗 是这么的儿戏吗 好像小孩子在玩的游戏一样 可以给你然后可以拿回来 而且我就觉得说你看哦 这个过程姐妹经过这么多的关卡 才申请到国籍的 那为什么人家申请的时候 你没有发现有问题 而你给了人家 你再来说你发现有问题 那这个问题在谁 责任在谁手上 是在你这个法令跟你这个这个国家的政策上面 而不是姐妹要来承担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希望今天我们这个会议之后 各那个单位可以真的协助我们真的修改这一条法令 也真的是希望那个在座的朋友支持我们 然后我们这个会议手上后面有联署 然后大家可以之后来支持我们 我们后面有那个QR Code 对就是可以上我们的网站联署 那另外我觉得我刚刚前一场我想要回应的是 我看一下那个卫福部啊 就是我想要分享给你知道说 我们这些团体所接的个案 全部都是社工做不到转来给我们做的 所以我想知道说到底专业在哪里 然后我们这些不专业的社工 没有社工证照 我们可以做了哪些的事情 对那可以分享给你知道 那也可以请你告诉我们 我们怎么样要更专业一点 做一些社工做不到的工作 那第二题我想要回应移民署 就是说请移民署不要再期望外交部 帮我们把关所谓的假结婚跟真结婚 这个东西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我只讲越南的现象就够了 大家听清楚 越南的现象现在所有的姐妹 只要是她是姐妹跟姐妹之间朋友 介绍的婚姻通通面谈不通过 原因都是因为质疑你是假结婚的 但是仲介介绍的通通都通过 为什么连接到我们前阵子外交部收费 一个婚姻个案1000块美金的收费 现在我们在越南每一个婚姻移民要进来台湾跟台湾能结婚都必须知道这一点说你要透过中介帮你办这个证件 你马上过你没有透过中介办这个证件你马上不会过 所以请移民署也是不要再相信外交部 而且请你们可以可以跟外交部协调说 可不可以用别的方法不要整天讲那个烂话说 什么什么把就是把关什么的假结婚假结婚这种事情 一堆假结婚进来我们也看到但是她抓到哪里了 对所以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这是我自己的那个感受 跟我们就是长期以来那个帮助这些个案 对所以真正结婚的人绝对过不了 假结婚的人跟中介绝对过得了 对所以什么中介平台会议讨论说没有生意做的 因为你用做生意的心态那没有生意做啦 因为人家是真正要结婚的啊 对啊是不是 所以这是我自己的感受 对谢谢